根據旅遊發展局數字 6月初步訪港旅客人次大約為313萬 較去年同期上升14% 今年上半年共錄得大約2100萬訪港旅客人次 按年增加64% 整體訪港旅客之中 過夜旅客接50% 其中會展旅遊復蘇理想 今年頭半年訪港旅客過夜的會展旅客 是錄得70萬的人次 是回復到2018年同期8成的水平 是復甦最快的客群 而訪港旅客當中 他們的人均消費是超過8000元 比起整體旅客是高出2至3成 流港的時間亦都比較長的 是去到3.7萬 比起整體旅客來說的平均3.2萬為高 而訪港的過夜會展旅客當中 有5成是來自國際市場 比起整體旅客25個百分比 是高的 由此可以看到推動會展旅遊 是有助吸引更多的國際旅客來香港 包括會議及展覽項目在內 政府早前公布 今年全年有超過210項城市在香港舉行 涵蓋文化藝術及創意 體育等多個不同的領域 全年城市預計吸引大約170萬名旅客參與 帶來72億元消費額 經濟增加價值大約43億元 城市不單止帶來商機 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形象 更加可以吸引世界各地旅客來香港 感受城市之都的魅力 香港無處不旅遊 而且日夜都繽紛 2024亞洲50最佳酒吧名單之中 包括第一名在內 本港有4間酒吧入選10大 數量是亞洲城市之冠 奠定香港酒吧界在亞洲的領先地位